这是一部人类与外星人联盟打外星人的科幻神剧 也是近十年最好看的一部科幻美剧 在人类和外星盟友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制造出威力惊人的武器 眼前这座巨大的基地控制着天空的防御网 而这种防御网能抵抗外星来物进入大气层 随着汤姆一声令下 武器顺速吸收了防御网的能量 被吸收的能量竟然聚集成了一发炮弹 能量炮弹朝着外星基地发射而出 巨大的能量慢慢吞噬着外星基地的柱子 就当大家以为成功之时 基地柱子上的能量突然失效 紧接着两艘激光飞船朝他们袭来 虽然飞船被他们击落 但一艘失控的飞船静止朝他们飞去 还好有惊无险飞船坠入了江里 这种武器需要很长时间的蓄能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二次发射 就当大家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 外星基地的柱子突然崩裂 整座基地倒在了废弃的城市当中 瞬间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 防御网也随即消失 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异响 只见一个巨大的火球朝着地球袭来 随着速度降低才发现是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如此强大的压迫感简直让人窒息 飞船降落的一瞬间整座城市化为了虚远 大家被眼前的这一怒所震惊 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外星人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自从外星人入侵以来从未这么放松过 但汤姆却为沃尔姆飞船的降临忧心忡忡 总觉得即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此时沃尔姆人的首领想与汤姆建成一面 汤姆和米奇一同来到了外星人的飞船上 首领并用人类的方式欢迎了汤姆他们的到来 他表示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到此结束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类就是个负担 所以接下来他们不需要人类进行参战 并说要将人类送往一处没有战争的地方 他们也会派遣部队保护人类的安全 哪里有地球人在地球被外星人圈养的道理 汤姆非常反对这种反客为主的作为 但首领根本不考虑人类的想法 也听不进汤姆的劝说 汤姆只是多说了两句就被一巴掌拍倒在地 并还要收缴人类所有的武器 他们与沃尔姆的实力差距太大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只好乖乖就反 首领的儿子被汤姆永不屈服的精神所打落 于是他准备亲自去劝说他的父亲 就当众人要离开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他们不但没有收缴人类的武器 还拿了一把沃尔姆的武器给汤姆防身 首领的儿子告诉他们 就在汤姆他们离开的途中 却遇到了外星人的飞船 汤姆带着外星怪物举起白气走不出来 他说沃尔姆人并没有人类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与沃尔姆人的战争已经历经了几个世纪之久 以人类的思维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希望汤姆能加入他们一起对抗沃尔姆人 汤姆并不相信汤姆所说的话 他果断扣下白鸡 嗖的一声一颗子弹射穿了憨斗的身体 他倒地后外星怪物也发起了反攻 一番激战后外星怪物被全部消灭 然后汤姆听到树林传来安妮的呼喊声 他赶紧跑进树林寻找 突然外星飞船发出一阵刺眼的强光射的汤姆真不开眼 外星飞船飞走后安妮出现在她的身后 两人一番深情的拥抱后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当女孩对着汤姆叫爸爸时 让她难以置信这竟是她三个月大的女儿 第二天汤姆发现女儿在关押小美的铁龙前 便立即向前阻止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小美体内的外星寄生虫 竟奇迹般地从眼睛里爬了出来 只见她双手一合 外星寄生虫瞬间变成了金属粉末 汤姆惊讶小小年纪的她竟有如此诡异的能力 第三集也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家人们一直的陪伴与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